淘哲演唱会亲密合照粉丝,喊话萧妻,致是工作。 淘哲回到成长的美国开场。 图种子音乐提供,20180301。 音乐教父陶哲近日愿赴美国,加拿大举办《淘哲2018》出新演唱会。 I Love You Live巡回演唱会,第一站美国场于拉斯维加斯的凯萨皇宫,Cesar Palace,演出,此次是他出道21年,首度在成长的美国开场。 淘哲透露从登机那一刻开始,长达30小时没合演,就是希望不要让时差之苦影响到演出,不仅体重为此掉了4公斤,连腰围都小了一号。 淘哲大阵仗帅领12人乐队编制赴美,一开场便演唱经典代表作,小镇姑娘,Run Away,立刻朝热现场气氛,并演唱快智人口的。 苏三说,月亮代表我的心,普通朋友,飞机场的10点30分,黑色柳丁,等经典曲目,更成立十足江,望春风,改编成台湾类的纳卡西版本。 此外,她也难得在演出前,要求休息室全面净空一小时沉淀心情,就是要把最精彩的演出带给美国歌迷。 淘哲在演唱会上与粉丝自拍,图种子音乐提供,200118万0301。 当陶哲唱道,今天你要嫁给我,时,麦关子对歌迷说,创作这首歌使我还单身,认为婚姻就是如歌词所写的很美满,当然,我的婚姻现在确实很美满,我要找一位朋友唱这首美满的歌。 随后便突破管制区走下舞台,找女歌迷和她一起对唱。 许多歌迷难得见陶哲一面,热情用上前要与她近距离自拍,陶哲则忍不住开玩笑对爱妻Penny喊话, 老婆,老婆,不好意思,只是拍拍照,工作而已,Where are you? 最后更热情现场,爱很简单,画下完美句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提供